各位觀眾 一個在六歲 有小胖威力症的 煩急一百換價 八月中順 因為感冒不鬆快 媽媽卡依依求請求協助送醫 不過今年是送不到兩間便宜 經過三點鐘 再到他等級來醫治的便宜 那時便宜已經失望了 媽媽說一開始就跟小央公共調說 學生的是煩急一百便宜 卻沒有在這裡送 有靈療來醫治的便宜 求協貴田有很大便宜 小央公園為家鄉平 陳媽媽看得很難 也很難 因為有小胖威力症的 帶來小央公園 不過中過身體 原因有可能是太難送到便宜 這兩個人來的時候 他們說沒有辦法搬動 他們就是拉 把它繞到樓梯口 並沒有試著搬下去 對 那這過程就花了蠻長的時間 陳媽媽想不到 有什麼求協議員用八點鐘的時間 再將侯公園對醫療送到醫療 那時候 好好也對有醫療變成分期 他還要事先強調 好好是罕見的病患 應該將他送到長期看病的中介病院 但是據好因緣 所以要是將他送到國軍各鄉中病院 像這種狀況 我們在緊急醫療救護法 都是要求送就近適當醫院 先做人命上的搶救 也就是徵徵黃金搶救時間 等搶救生命穩定之後 再送到譬如說他要求的長期醫院 有更進一步的醫療等等 尚舊病院救命第一 應該要送送幾點的幾個便宜 但是陳媽媽接觸 過今便宜又花了一點半小時的時間 趕快沒有交給便宜 要將好好鑽上去中介 但是中途又又送不到便宜 但到中介的時候 已經有過過一點小時 好好也已經沒有心跳 這個我們一定會檢討 這不是不容許的 雖然每一個單位都不介紹 但是陳媽媽因為 人手要測過海溪的好生 希望相關單位要調查清楚 能益節的功德 去保護系統也能跟家庭 對他疫苗的實施 跟應變的能力 繼續我們介紹傳媒好 各種報道